1974年文革期間 廣州北京路口貼出了一張署名李一哲的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的大字報 內容批評中共當局倒行逆施 呼籲民主和法治吸引上萬人圍觀抄寫 大字報作者之一王熙哲上週在南加開講 他說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是一心對人民負責 講座當天 眾多知名人士和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出席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瑜夫提到 李一哲大字報刊登當天 他連夜閱讀並印刷 那是他第一次參加中國民主事件 他這篇文章裡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一個制度問題 就是一個法治問題 要把這個共產黨無法無天的環境 要把它控制在這個法治的範圍之內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 也特意從紐約趕來 他認為李一哲大字報是當代中國民主的一個開端 所以這個大字報是當代中國民主的開端 他把民主和法治提出來 特別是在什麼呢 是在一個中國 就是王老大命 毛澤東那套東西已經在中國破產了 王熙哲的他們這個大字報呢 李一哲這個大字報提出了 就是共產黨強人之外 我們其實不能光聽領導 為大理由 要講民主和法治 他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 承擔起實現中國民主的責任 讓更多的人認清中共真面目 從而覺醒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他的客人說不意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